3月25日凌晨 温岭太平派出所接到一男子的报警电话 说他看到一男一女在街头拉扯 随后女子还被强行带走了 可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后 反而叫来了交警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周某见到交警后 依旧在强调他刚才所看到的一幕 一个女的被一个男的强行带走了 公共视频显示凌晨3点多 周某吃完夜宵骑着摩托车回家 他看到不远处有男女在拉拉扯扯 周某便上前英雄救美 不料两人根本不理会周某离开了 因担心女子有危险周某就报了警 可没想到民警到场后喊来了交警 接到太平派出所的报警电话 称在那个万寿路方程路路口处 发现一涉嫌酒驾的男子 然后接到此信息之后 我们就迅速出警到现场 在现场对该男子进行了 酒精呼吸测试 测试的结果为95毫克每100毫升 以达到最佳标准 之后我们就将该男子 带到台州补商医院进行抽血 经抽血检验 周某血液中的酒精含量 为每把毫升104毫克 以涉嫌最佳 后经了解 周某要英雄救美的那名女子 当晚并没有遇到危险 身边的男子是她的男友 而周某则因为罪嫁 将面临法律的严惩 记者段盈盈编辑报道